六四鐵漢李旺陽被自殺一週年 香港多個團體六日晚上舉行悼念活動 批評中共當局以政治謀殺掩蓋罪證 強調港人必定會追究到底 另外支聯會首次公開李旺陽的遺物 將放置在六四紀念館展出 社民聯指出李旺陽逝世一週年至今仍沉冤畏雪 要求追究死因立即釋放李旺林等人 要求中共政府必須馬上徹查及交代事件 作出嚴正的法律追究 他们将花牌放在中年半前设置灵堂 点起燭光默哀一分钟 并三鞠躬致敬 并將印有李旺陽和朱承志的貼紙 貼在中年半前 另外支聯會等多個團體 晚上八點在旺角行人道 舉行悼念活動 現場百多名市民点起燭光 一起默哀 并在吊咽册上簽名表達哀悼 論壇上前有線電視中國主記者吕炳全透露 曾經接觸到大陸專家調查主的一位验尸官 他說韋斯滅跡了是沒得查的了 官方後來再叫其他北京的專家 下來確認這份調查報告 根本只是要找一些所謂權威 來群星拱照 頂起這份有可疑的調查報告 支聯會則首次展示李慣洋的遺物 一套紫色衣褲將會放置在永久六四經驗館中展出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 還要釋放朱誠誌